哈囉大家好我是冰百姓 今天要跟各位做精辟分析的是 我們聖魔之塔即將在7月8號禮拜一 公會任務冰淇淋與豆花的對決 推出了這兩張卡牌 冰淇淋和豆花 就這兩張卡牌齁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 跟各位稍微講解要注意的重點是 你要打那個 公會任務其中有兩個是 一個是膠質與口腔多重填 或者是冰鎮神經的美味 關卡八次之後 它可以解鎖來晚豆花提提神的關卡 會解鎖那個X卡的關卡 那你通過這個X卡的關卡 才可以拿到 豆花 那這隻豆花是計八 所以記得 兩個關卡你二折一去挑八次 過了之後就會出現豆花 那豆花的話 到時候再互吃去吃滿它就可以了 OK 那再來的話是 他們的隊伍技能 最左方的兩隻齁 CD-6 那本身他們是CD-6 所以進場就可以直接開技了 那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最左方齁 所以只有一隻複製人是沒有效益的齁 那再來是的話 我們先看冰淇淋的部分齁 它是水屬性的人類 主動技能 最能甜味CD-6 第一個部分 將水及木符石 轉化為 轉化為人族水強化符石 以及 人族木強化符石 那第二個部分 一回合內 人類攻擊力 幾回復1.5倍 那第三個的話 如果場上有 大於等於實力 人主符石時 自身CD再減3 減3 就等於它變CD3的一個概念 那首先看到倍率的部分的話 呃 種族強化符石 增傷符度又有2.5倍 再乘上一個 呃 它第二招的1.5倍 所以大概3.75倍 全隊3.75倍 但記得喔 是場上的數值3.75倍 那我這張卡牌 我會需要用到它的地方 應該是回復力1.5倍的部分 因為增傷很多卡牌都會有 那我會看到是 呃 回復力的部分 在使用上效益可能 我會看到那邊 在你最好 檯面上的水級 呃 木符石 有10顆 那你才能夠減CD3 這個部分要稍微注意 不然你這樣開機 我自己覺得很浪費 算是CD也蠻短的 所以看狀況去開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 是鬥化這張卡牌 它是木屬性的人類 當然 它應該是要把你放在三屬隊裡面啦 那鬥化的部分的話 它也是CD6 那消除人族符石時 自身攻擊1.5倍 那個人在追打水火木屬各一次 那等於是追打4次 呃 寶寶人自身總共是4倍 大概4倍的傷害 那乘上1.5 所以 所以它自己這一隻的話 它會有 呃 6倍 約6倍的 6倍的界王拳 那效果持續是沒有消除人族符石 所以你的人族符石 要嘛你隊伍常駐能夠產出人族符石 或者是移動時能夠 產生人族符石的 不然這個技能的部分的話 你要讓它常駐 能夠有6倍 呃 界王拳的話 就是你要 你要注意的是人族符石的部分 那這兩張卡牌 我自己在看 複製人的部分 比較不太需要啦 那 第一張的這個 冰淇淋要 我們要吃的主要是 它回復力跟減吸力的部分 那豆花的部分的話 呃 這個界王拳 雖然說它有那個倍率 但是我們可能會需要追打的效益會比較大 因為追打可能 呃 例如說累積消除 呃 要打幾下這種卡牌 它才比較用得到 那這兩張卡牌的必要性 我自己目前看起來是還好 我說真的 我目前看起來必要性還好 但是如果你缺這種增傷卡的話 我覺得是還蠻適合的 尤其是這個冰淇淋的部分 齁 CD3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會覺得蠻好用的 但是它們兩張卡牌綁在一起 才會有進場減7d6 所以 豆花又跟它綁在一起 齁 那豆花的增傷幅度也還算OK啦 也還算OK啦 因為人組符石增傷大概兩倍啦 我必須還算這個倍率進去 但是 但是你檯面上 是不是有那麼多顆人組符石 每一回合 那就未必了 齁 所以我還是把它視作為 呃 4倍乘上1.5倍 齁 6倍啦 我比較不會把它視作為12倍的界王拳 OK 齁 複子很不用 那各一張的話我覺得就可以了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 金癖分析供給大家參考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 右下角訂閱 右下角喜歡訂閱旁邊鈴鐺 按鈴鐺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金癖分析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